宋朝年间 杭州城里有一位商人叫钱四平 一直干倒卖货物的生意 一年有大半年不在家 基本上都在外面跑买卖 钱四平从小是个孤儿 长相魁梧英俊 平生好色贪淫 娶妻刘氏 两人年过四十 只生了一个女儿 娶名秀玉 钱四平家里还有一个仆人 名叫运哥 钱四平让他在家门口开个酒馆 一边看家 一边照顾生意 运哥雇了一个酒师傅 叫李四 专门在家造酒 钱四平的妻子刘氏 掌管着家里的所有财物 各项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年春天 钱四平又出去贩卖货物 因为行船遇到大风 一连在南京搏船三天 钱四平闲来无事 发现临船上有一位妙龄美妇 长得漂亮娇媚 肌肤如雪 看得钱四平神魂颠倒 三魂失了两魂 钱四平问船夫道 你的船上是什么客人 怎么还有家眷在上面 船夫说道 健康府巡检病故 现在家小福就回家 这个年轻的妇人 是巡检的小娘子 你问他做什么 钱四平说 大哥 你能不能去问一下 巡检夫人 若是肯将此妾送人 我情愿多出彩礼 讨得此父为妾 如果这是成了 我送你五两银子致谢 船夫一听有钱可赚 便去找巡检夫人 说和这门亲事 钱四平哪里会想到 正是因为娶了这个美妇 一致使自己家破人亡 船夫对老夫人说道 夫人 你跟前这个小娘子 肯嫁人吗 夫人说道 怎么你有好人家 若是有人想娶她 只要一千罐彩礼 我便答应 船夫说 临船上有一位客商 想娶一个女子做小妾 特让我来向夫人提亲 夫人答应后 船夫便去回复钱四平 说道 夫人答应了 只要一千罐彩礼 钱四平听后大喜 赶紧取出一千罐 让船夫烧给夫人 夫人请钱四平到船上相见 问了一些个人情况 便把那个美妇叫到跟前 说道 相公已死 我现在做主 将你嫁给这位客商为妾 今天你便跟客商走吧 去了之后 要小心服侍 不可拖大 美妇与钱四平辞别了夫人 钱四平又赏给船夫五两银子 然后便把美妇领回船舱 钱四平心中高兴 问美妇道 你叫什么名字 妇人回道 我叫秋香 今年二十四岁 当晚两人就入了洞房 一个摊银 一个漂亮 两人分外情深 第二天 风停了 所有船一起开动 钱四平没用几天 便回到家里 停船之后 又雇了一顶轿子 把秋香抬回家中 钱四平先进到里面 向妻子刘氏说了此事 然后出来引秋香去见刘氏 刘氏见到春香后 有些不高兴 对钱四平说道 你既然已经娶了他 我也不好阻拦 现在你若依我两件事 我便容他 钱四平尴尬地说 你说的哪两件事 刘氏说道 你把他娶回来 但是不能养在家里 带他到别的地方去住 钱四平听后 说道 这个不难 我令租一间房子给他住 刘氏又说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与你过了 家中的钱物 我只与女儿享用 不许你来讨要 其他的事情 你就让那个贱人自己支持 不要再来与我纠缠 你同意吗 钱四平一听这个条件 心想 如果不一 这日子也难过 罢了 于是对妻子说道 行 我都依你 刘氏不再说话 扭头进屋了 第二天 钱四平另租了一所房子 带着秋香搬了过去 两人过起了小日子 偶尔回家一两次 转眼间已经过了半年 一天 钱四平对秋香说 我去做一趟买卖 最多两个月便回来 如果遇到急事 你可以回家找大娘去 随后 钱四平又去告诉刘氏 我明天便要动身 最多两个月便回 倘若有事情 还请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面上 照顾一下秋香 于是别了妻女 打点好行李之后 便启程了 钱四平一去就是两个月 秋香整天在家瞧手期盼 但是终不见丈夫回来 当年 天气特别冷 一天下起了鹅毛大雪 刘氏想到 丈夫这一去 怎么深冬还不回来 秋香肯定耐不住寒 韵哥又卧病在床 不如让李四送些柴米炭火给秋香 果然 秋香见外面下起大雪 自己缺衣少时 正在家里闭门哭泣 忽然听到敲门声 以为是丈夫回来了 慌忙开门 只见李四挑了东西进门 秋香问李四 大娘 修育一向可好吗 李四说 大娘见官人没回 担心你缺衣少时 特意让我送些东西过来给你用 秋香欣喜万分 说道你回家之后 替我好好感谢大娘 李四答应了一声 便走了 第二天中午 学一直没有停 秋香在家里烤火 忽然又听到敲门声 秋香连忙起身去看 只见一个人头戴破头巾 身穿旧衣服 问道 嫂子 钱四平在家吗 秋香回道 自从九月出门 至今没有回来 那人说道 我是他的里长 现在来派钱四平去海宁 弃江堂 他既然不在家 我替你们找个人 不如你们出钱雇他去做工吧 秋香说 谢谢里长 你替我找人做工 我把工钱给他便是 第二天午后 李长领着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后生 来见秋香 李长说道 此人叫潘庆 自幼父母幼王 如今只靠给人打工度日 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贯钱 东夏给他两件衣服即可 我看你家里没有什么人 故他在家里帮帮忙也不错 秋香听后 心中欢喜 说道 我家里确实无人走动 既然这人是里长介绍的 想必也是个老实本分的 就按你说的办法 于是便把潘庆留在家里 这个潘庆 是个聪明人 除了出去做工之外 只要在家里 都是小心谨慎 眼中有活 各项事物弄得井井有条 且说潘四平为什么没有回来 原来他出去犯思 与一个妓女秀莲好上了 把钱物都贴给了他 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早就忘记了家中的妻妾 只管自己在外面逍遥快活 没过多久 运哥在家病了两个多月 死了 刘氏让李四买副棺材 堂出城外埋了 刘氏没有办法 只好自己在门前卖酒 但没有一点不检点之处 而秋香呢 自从潘庆来到家里 有些看上了他 有时潘庆出去做工回来 秋香好吃好喝地伺候他 秋香时常没来眼去地勾引他 潘庆起初还很本分 虽说秋香家里没人 也不敢上前撩拨他 除夕那天 秋香让潘庆出去买些酒菜 晚上 秋香让潘庆关好大门 然后烫好酒 把酒桌就摆在自己的床前 潘庆在造钱烧火 秋香轻轻地叫道 阿庆 你来房里拿些东西吃吧 潘庆千不该万不该走进房里 这一进 弄得潘庆死无葬身之地 秋香把潘庆叫到床前 说道 阿庆 你来 我和你喝两杯酒 今夜你就睡在我房里吧 潘庆说道 不敢 秋香骂了几声傻子 双手把潘庆抱到床边 挨奸而坐 潘庆平时只是有色心无色胆 见秋香如此主动 而且漂亮迷人 便放开胆子 搂着秋香边喝边聊 秋香说道 你在外面睡 我在房内睡 两人与其都冷 不如抱团取暖 潘庆跪下道 谢谢娘子有心 小人也是友谊多时了 只是不敢说 既然今天娘子这么抬举我 我也绝不负你 二人说完 脱衣解带 当夜便做了夫妻 你也快乐自不必说 第二天 潘庆先起来 烧水洗碗做饭 秋香起来后 梳妆洗面 正如夫妻一般过日子 时间一长 左邻右舍皆知此事 但只是没人管这闲事 却说刘氏应无人看管酒馆 忽然有一天 听到别人闲话 秋香与潘庆通奸 刘氏将信将疑 放心不下 因此让李四去对秋香说 先让他搬回家住 省得两边都要花费 秋香见李四来说此事 逃绿了半天 勉强回道 既然是大娘好意 今晚我就把东西搬回家去 等李四走后 秋香便与潘庆商量 今天大娘让我搬回家去 我也不敢为傲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潘庆说道 娘子大娘家里也无人 小人情愿到大娘家里送酒走动 只是有一点 与娘子行乐 没有在这里这么方便了 要不然今天我们就散了吧 说完两人搂抱着 哭了一会儿 秋香说道 你先安心 我现在收拾东西 你帮我挑到家里去 我去与大娘说 把你留在家里 暗地里与我快乐 且等丈夫回来 再做计较 潘庆听秋香这么一说 这才放心欢喜 说道 还请娘子用心 当天下午 潘庆先把秋香的东西 送到了大娘家里 等到黄昏的时候 李四提着灯笼去接秋香 秋香锁了大门 与李四一起回家 当晚 潘庆与秋香一起回家 见了刘氏 刘氏对秋香说道 你自己回来 为何还把潘庆带回来 为何不把他打发了 秋香说道 大娘门前无人照管 不如留他在家里使唤 带丈夫回来的时候 再打发他也不晚 刘氏是个贞洁之人 心中想到 在我家中 有我看管着他 他能翻腾到哪里去 于是便把潘庆留下看店 潘庆欢喜 也十分用心地打理 潘庆虽然与秋香有情 但因为刘氏看管的言 两人再也不能 像以前一样自意取乐 一天 秋香见刘氏说起 潘庆秦尽本分 便说道 大娘何不让女儿 招潘庆为婿 刘氏听后大怒 骂道 你这个小贱人 真是没志气 我的女儿 怎么可能招一个 故宫为女婿 秋香自知食言 不敢多说话 被刘氏一连 骂了三四天 可惜刘氏拖大 如果借此事 将潘庆打发出去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祸事 俗话说 一年长工 二年加工 三年太工 期间 钱四平一直没有回家 潘庆自从三月来到家里 在大娘家里也已经一年有余 出入房室 便有些忘乎所以 开始欺负九师傅李四 潘庆日渐猖狂 竟然隔三差五地调戏 前四平的女儿秀玉 而秀玉是个懵懂姑娘 一不小心 竟被潘庆给骗奸了 此时秋香也知道 只是都瞒着刘氏 又过了一个多月 正是六月天气 天气炎热 秀玉在家里洗澡 母亲刘氏走入房中 看见女儿奶大 吃了一惊 带女儿穿好衣服 她把秀玉叫到跟前 问道 你被谁弄了身子 为何奶子大了 你实话实说 我便饶你 秀玉从小便不会撒谎 只得实话实说 我被潘庆骗了 刘氏气得直跺脚 骂道 这事儿都是秋香 那个狐狸精使坏 害了我的女儿 这可如何是好 刘氏本想声张 但怕四邻八舍知道 坏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想了半天 才想到一条计策 只要除了潘庆 这才免得让人发觉 又过了两个月 正值中秋节来到 刘氏让潘庆去买些酒菜 好好安排家宴 当晚 刘氏 秋香 秀玉在后园赏月 让李四和潘庆在一旁喝酒 三更十分 酒席未散 刘氏把潘庆叫来 赏了他两大碗酒 潘庆不敢推辞 一饮而尽 结果大醉 李四喝得也有些高 自己去房间睡觉了 潘庆醉酒 正好中了刘氏的计策 当晚 刘氏先让女儿去睡 便对秋香说道 我只管家是生意 哪知你与潘庆偷奸 你们两个坐下也就罢了 为何还叫他 接了我的女儿 丈夫回来之后 让我如何向他交代 我是个清白之人 如今讨了你来 你却垫入门风 你说怎么办 如今只有除去潘庆 这样才能神不知 鬼不觉 倘若丈夫回来 你与秀玉都免得出丑 你去拿条绳子过来吧 秋香开始的时候不肯 被刘氏骂到 都是你这个贱人与他通奸 因此害了我的女儿 都到现在了 你还恋着他 秋香被骂得心惊肉跳 只好回房里取了一根绳子 递给刘氏 刘氏接过绳子 往潘庆的脖子上一套 然后使力一脚 但刘氏毕竟是个女人 手上无力 脚了半天 也没把潘庆脚死 反而把他嚼醒了 潘庆大叫 刘氏着急 让秋香去厨房里 拿了一把体柴斧头 照着潘庆的脑门 就是一斧头 顿时脑将迸裂而死 刘氏对秋香说 人是死了 只是今夜必须把尸体处理了 秋香说道 可以叫李四起来 将一块大石头绑在尸体上 托去丢在河里 待尸首腐烂后 那就真是神不知 鬼不绝了 刘氏听后大喜 赶紧到酒坊里 把李四叫起来 李四走入后园 看见了潘庆的尸首 说道 早就该除掉这个祸害 如果把他留在家中 等老爷回来 也是个不小的麻烦 秋香说 你现在趁着天还没有亮 赶紧把潘庆的尸体 驮到河边 沉湿水中 若是明天有人问起他 只说潘庆偷了家里的东西 连夜逃走了 他没有什么亲戚 肯定无人细问 李四按照秋香的吩咐 便把潘庆的尸体 驮到河边 扔了下去 这条大河有杖于宽 尸体沉到水底 真的很难发现 其实 刘氏虽然真结 但也错算了此事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就把潘庆打发走便是 干嘛要把他绞死呢 为了一个淫妇 最后却害了自己一家的性命 不止第二天 一切如常 秀玉没有见到潘庆 也不敢多问 秋香假装自言自语 说道 潘庆这家伙胆子太大了 竟然偷了我的首饰前物 夜间逃走了 邻居也不管潘庆在与不在 也没有人过问 刘氏因为害了潘庆的性命 整天提心吊胆 害怕东窗事发 因此终日惶惶不安 且说大河边有一个渔户 叫陈青 妻子王氏 两人因为琐事吵了一架 陈青一气出了门 直到第二天中午也没有回家 妻子见丈夫没有回家 心中着急 找了几次也不见人影 后来又去城里打听 都说近一个月没有见到陈青 这一天 王氏听到外面吵吵嚷嚷 只听人们说道 有个人死在河里 身上穿着青岭衣服 飘在桥下的水面上 王氏连忙分开人群 冲到近前去看 只见水面上浮着一具死尸 远远看去 有些像自己的丈夫 王氏放声大哭 我的丈夫怎么死在水里呢 有哪个好心人 能帮我把尸首捞到岸边 让我认一认啊 如果有人帮忙 我愿意出钱五十罐 当时有一个破落户 叫做王二 专门在街上帮贤打哄 赌骗人才 王二听说能出五十罐钱 便说道 小娘子 我给你拽过尸首 让你仔细看一看 王氏哭道 若是你能帮我 此恩不忘 过了一会儿 王二借船把尸体打捞上来 一眼就认出尸体是钱家的潘庆 但却没有说出来 只是让王氏来相认 王氏见到尸体 只见头面皮肉都已经被炮坏了 完全认不出来 但看身上的衣服 好像是丈夫的模样 便嚎啕大哭 央请王二买口棺材 把丈夫入殓 事后 王氏给了王二五十罐钱 王二得了钱 静止走到刘氏的酒馆门前 以买酒为名 对刘氏说道 你家为何打死潘庆 把尸体扔在大河下 如今尸体已经飘出来 有个不识货的 把潘庆的尸体当成了自己的丈夫 买具棺材成了 改日准备下葬呢 刘氏说道 王二 你可不要胡言乱语 我家潘庆 偷了首饰衣服再逃 我想抓都抓不到呢 王二说 大娘子 你不要抵赖 你可以瞒别人 但是瞒不过我 如今你若给我些银子 我便让那妇人错认了尸体 你若不想舍财 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叫你吃一场人命官司 刘氏听后 便骂起来 你这个破落户 千刀万剐的贼 见我丈夫不在家 故意来敲诈我 王二被刘氏痛骂 气愤而去 如果刘氏给王二一些钱 可能会把此事平息 而他不但没给 反而把王二骂了一顿 王二一气之下 把刘氏告到了衙门 知县听说有命案 便问王二 你所告何事 王二跪下道 小人姓王明二 今来首告 我的邻居前四平 出外经商未回 其妻刘氏 与小妾秋香 女儿秀玉 与家中故宫潘庆有奸情 不知为何缘故 把潘庆杀死 丢在大河里 如今尸体已经找到 小人去告诉刘氏 凡被刘氏百般辱骂 他家还有个九师傅李四 应该是同伙儿 知县听后 让人录了口供 差人去捉拿刘氏等人归案 这个知县口碑比较差 为人尖角 滥尸刑罚 许多人都被驱打成招 刘氏等人被带到衙门 知县问刘氏 你家潘庆现在哪里 刘氏说 潘庆偷到我家前务 目前在逃不知去向 王二说 要想问明白 只问李四 便知实情 知县于是将李四严刑拷打 李四被打得皮开肉战 实在招架不住 便招到 贪庆先与秋香有奸情 后来搬回家中 又片奸秀玉 刘氏发现后 恐怕丈夫回家 辱没了门风 于今年八月十五夜里 将潘庆灌罪 小人回房休息 不知潘庆如何被杀死 五更十分 刘氏教妻小人 当时见潘庆已死 让我去处理尸体 我将大尸绑在潘庆身上 将他沉入河底 知县见李四招供 让他签字画压 两个妇人见李四已经招供 惊得魂不附体 秀玉也吓得抖作一团 知县又让三个妇人过来招供 秀玉只好供道 先是秋香与潘庆有奸情 母亲刘氏让他收拾回家 后来潘庆将我调戏 我不从 后来他把我抱到后援 强暴了我 但是如何杀害潘庆之事 我荡夜酒醉 并不知道 刘氏与秋香的招供 与李四招供一样 知县将他们先关了起来 然后安排武座去大河边验尸 武座验尸之后 剑尸体虽是背斧头打碎脑门 但绳索脚痕仍然可见 与妇人招供的完全吻合 知县让左右把刘氏 秋香等各打二十大板 然后取长枷锁了起来 那个余护妻子 知道自己错认了尸体 也不再哭了 再说秀玉在牢中汤水不吃 因为羞愧 没过几天便死了 又过了几天 秋香也死了 李四后来病重 知县让人医治 无效而亡 只有刘氏浑身发肿 磅疮疼痛 饭是不吃 服药无用 后来也死了 可怜不到半个月 四个人都先后死在牢中 因为前四平一直没有回家 而凶手皆已病死 知县便将此事申明朝廷 又过几天 朝廷批复 凶手已死 将家产超莫入关 攀庆失手 因无亲人来临 就地火化 知县派人到了钱家 将钱家财物 全部充公 再说钱四平 还迷恋在妓女秀莲家里 对家中知事全然不知 过了两年 钱四平本钱耗尽 被劳宝赶了出来 钱四平本想回家 但无奈没有盘缠 秀莲见钱四平可怜 哭道 钱狼 是我害苦了你 我还有一点私房钱 拿给你做盘缠吧 你若有心 到家里取了钱 再回来看看我 钱四平大喜 当晚收拾东西 慈别秀莲 便往家里走去 没过几天 钱四平便到了县城 投诉到一个熟人家中 想第二天早上再回家 朋友见到钱四平 大吃一惊 兄弟 这两年你都去哪了 随后便把他家里 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钱四平听后 惊得呆了半上 正如分开八片顶羊骨 倾下半桶血水来 朋友准备酒饭给他吃 可他哪里吃得下 默默无语 两眼流泪 心想 现在我是有家难回 有国难投 怎么办啊 第二天一大早 钱四平辞别朋友 赶紧往自己家中赶去 发现自家房屋已经拆没 只有一片荒地 坐在地上痛哭 往日的邻居过来相劝 又把他的窗疤接了一遍 其中一位邻居说 他家之所以到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一个渔户妻子 错认尸体引起的 但不管如何 这些对钱四平都已经没有意义 真是上难不适 落北又难 叹口气道 我今年四十多岁 无儿无女 财产妻妾都没了 去投水好啊 都怪自己贪淫啊 就这样 钱四平在街上傻傻地走着 到了一座桥上 一跃而下 投水而死 且说那坡落户王二 一天午后 同一帮泼皮在河上闲荡 路过钱四平跳河的地方 大家商量凑钱买酒喝 众人都说 还是让王大哥去买吧 他买的酒便宜 只见王二接钱在手 向河里一洒 两眼瞪得圆圆的 头中大骂道 王二 那潘庆奸人妻女 自取灭王 与你何干 你只因乍钱不成 害得我钱四平家破人亡 一门清丁四口 死无葬身之地 今日必须偿我性命 众人这才听明白 王二是被钱四平附体 赶紧替他磕头求饶 只见王二自己在扇自己的嘴巴 一直打了百十来下 期间骂不绝口 最后跳入河中而死 众人知道 钱四平虽说好色贪淫 但并未害人 今受此惨祸 九泉之下怨气难平 肯定要拉一个垫背的 而此事皆因王二而起 必须杀之而后快 此事有各种巧合 也有各种因果 没法说根本原因 到底出在谁身上 可能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立场 会有不同的判断 这件事到底该怪谁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